今天失误了 挖桩挖多了 天黑了还有五个桩没处理呢 只能挑灯夜战了 加加班 这些桩呢 应该好几年了 我记不清几年了 感觉里边这个线丝 线得这么深啊 并且当时用的 用的绑跟的履丝 用的这么细 我估计当时的根是很细的 应该得有几年了 里边的丝都线得特别深了 这些桩是种在室外的 不是在棚里边的 然后呢去年我就发现 缩枝了 失枝了 我就想是不是这个 温度低一栋前 对接白蜡扛不住呢 从这个桩上来看 还是有另外的原因应该 就是我绑铁丝 当时绑了铁丝 就忘了嘛后来 年车多了呢 它把鱼皮根就勒死了 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失枝 现在还不确定啊 再先拆 这铁丝这么细 说明当时的根是很细的 所以说 后来我就再也不用铁丝绑了 即便用铁丝绑 也不能用这么细的铁丝 铝丝 铝丝哈 还是洗了洗根吧 不洗根的话下不了手 看不着铁丝在哪 这一洗根 你发现里边 这个铁丝当时绑的轻子细 里三层外三层的全是细铁丝 我在另一个视频里说过 我说要绑根的话呢 最好别用铁丝 你用麻绳的话 如果栽在室外多年 我不准备管它的话 用麻绳好 它就该自己腐烂就腐烂了 不会把根累上了 累死了 如果你捣腾的琴的话呢 用粗点的铝丝 或者用这个扎带 用塑料扎带 还有就是绑了根之后啊 外头你不管是用的铁丝 还用的啥的 你外头露出一件的 提醒一下自己 看着的时候知道得给它拆 这里边有些根死掉了 但是感觉不粗 可能绑上第一年就死掉了 这后来吧 有些根又长起来了 又长起来了 现在都长得挺粗了 现在都 现在都看不着了 有些只能留在根里了 我把两头搅掉 到时候踢出根来的时候呢 看不着去 这应该还是三四年前 我热衷于让这个 树根漆石头那个时候绑的 当时的思路 是想做一个高踢根的 露出石头来 先把铝丝 跟这个杂根处理一下 看看 需不需要改变一下思路 它的树冠呀 它的主干啊 缩枝了 这是后来又长出来的 长出来好几根来 最右边 最底下那根 就已经是死掉了的 还有三根活着 你看像这个铝丝 这还能找着头 还能拽出来 这个还是能拽出来的 好些就把两头一搅 这还看不着就行 这活儿比较费工 我就不录了 我过会儿弄完 给大家看一下 修完了 大家看一下 就最左边这根是主根 后边这些都是从主干上 后来因为生买长出来的虚根 那时候喜欢爆石 就给它把虚根包到石头上生买了 可能是因为铁丝或者寒冷的原因吧 主干基本上都死没了 我用球杆给它剪了 修了一下脏骨 现在剩的三根主干 基本上都是去年刚冒出来的 枪石枝 三个干我都留了一个牙点点章节了 有部分跟切合的不太好 我用木桥给它压了一下 又用扎袋绑了一次 两个大姐在聊天我就不多说了 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